这是火车的卧铺还是饭店的房间呢 床位设计 墙上的布置 都深受火车迷的喜爱 业者在南投集集打造特色旅馆 以火车为主题 看看今天入住搭乘区间车 还是自强号 最强手的是27号开幕 林园入住 52间房间秒杀全部被抢光 以一碗20多万的成本 要打响火车旅速 平价入住的名号 看准的是疫情过后的观光旅游商机 因为南投县 真的是一个非常简薄的一个县市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住宿 都是相当的平价 南投旅游住宿房价动则上万 这家行旅房价定在2000多到5000多 有2到6人房型 也响应着急急小火车 这条观光路线的特色 还有业者在民间改造汽车旅馆 游泳池最适合小朋友吸水消暑 也有KTV可以欢唱亲子度假不用东奔西跑 一个地方就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多种需求 另外在水里 还有日月潭旅游业者重金投资新建旅馆 开幕后第一个连续假期 订房全满 饭店房型走平价路线 希望能够成为民众到南投观光的另一个选择 看准了疫情过后的观光国旅市场的恢复 水里有邻近的急急车程一些日月潭的观光景点 交通部观光局的资料当中 南投旅游房价偏高 在台湾排名数一数二 主要是因为日月潭周遭高档房价的因素 旅游业者将急急火车站附近的文子馆 打造成铁道风格的行旅 也有改造汽车旅馆的住宿 更有新投资的饭店 都在日月潭临近周遭 以平价路线迎接 疫后观光旅游 TBS新闻 陈家贵吴淑平南投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